澳洲ABC新闻气象预报出现突发状况 主播奈克博恩在直播现场恐慌症发作 炸会不少观众 主播发挥同事爱与同理心解除这场直播意外危机 不过同样的事件并非首次出现 奈克在个人网页分享与恐慌症共处的心路历程 引起民众共鸣 因为光是在美国超过三分之一人口 曾出现相同症状 由于恐慌症部分症状与心脏病很相似 美国心脏协会还特别提出呼吁 身体有异状要及时就医 所信这场直播意外最后平安落幕 也引起民众对恐慌症的重视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MING PAO TORONTO